大家好 店妹九哥又跟大家见面了 行政长姑李家超 今天在会大团出访东盟三国 包括老窩、坚普寨和越南 我和同事阿荣这次都会随团报导 在接下来的几天 为大家报导当地的情况 那现在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我们现在就在前往老窩的飞机上 他介绍这个国家的经济以农业为主 但是经济的支柱部门是水力发电 相比较东旺的其他食院角来说 相信老窩就比较少人会去前往 所以我们现在都未知当地的情况如何 那就休息一下先去到先港吧 终于到老窩了 刚刚下几时我们都见到特首的车队 东盟国家近年的经济增长 可为是非常之快速 现在在香港第二大的货物贸易伙伴 同时也是香港第三大的投资目的地 很多随团港商早前接受访问时候都表示 希望透过今次的实地考察可以发过商机 我们都可以期待一下 今次会不会有哪些合作复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